原本热闹的信义商圈现在宛如变成一座空城 全国升三级后的第一个周末 路上只有零星民众 明明是周末 信义商圈徒步区只剩下少数民众经过 全国升到三级警戒后的第一个周末 各大商业区人潮锐减 台北信义商圈也不例外 虽然多数店家都有营业 不过却看不到客人上门 同样是知名景点 台北101也几乎没有人潮 另外民众在周末常去的松山文创园区 文创大楼仍有开放 不过也几乎没有民众前往 附近不少店家也都自动停业 镜头转到台北街道 从天桥上往下看 路上的车辆也比以往少很多 信义区主要干道 车流量也减少许多 相较以往周末出游的车潮 来往车辆明显变少 根据台北市府交通控制中心指出 车流量减少大约一半 截至下午4点只有约500600辆次 而不止车辆少 附近公园也空空荡荡 游乐器材统统拉起封锁线 不见民众运动身影 如果能够在这两天 大家把这样的一个人员的流动降到最低 那我们可以逐渐的 把这些传染链如果能够切断 那对我们防治疫情是非常有办法 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件事情 捷运站内空无一人 周末搭乘捷运的人潮也奏减 车厢内只有少部分乘客 大家也都自动拉开距离 避免近距离接触 根据台北捷运统计 截至22号下午3点为止 捷运总运量大约只有10万人次 比起5月15日下午3点为止的总运量 乘客又在减少 新厂展台电视高建伦 池仙李林家伟 叶云辱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